防疫首创学生不用到校进教室上课,校长张光正今天召集各学院和相关主管开会,决议预防新冠肺炎避免教室上课发生群聚感染,采取重大变化弹性教学措施,24日,周二,起,学校全部课程含研究所改采类似非同步远距教学,无面授,弹性教学方式授课。 中原大学在给各系所,行政单位的公文也时表示取消期中,期末考,成绩评量改以报告,作业,讨论,线上考试等弹性方式进行。 校方今天已经把这些最新措施行文教育部,虽然学校官网还没公布消息,但是已经先通知各单位。 消息下午传出后引起师生关注,中原大学这项措施不但是全国各大学首创,也等于学生24日起不需再进学校上课,校方指的类似非同步远距教学,无面授,弹性教学,就是网路教学。 中原大学表示,过去就有网路教学相关经验,学校已经确认各系所都可以达到要求,一样有点名机制,视讯,线上人数统计等都可以了解学生出席状况。 校方指出,先前就有在教授反映有的国家疫情越来越严重,美国知名的大学校耶鲁、哈佛已经要求学生离开学校,连宿舍都要清空,学问中原有没有因应对策。 校方经多次密集会议,做出24日全校采类似非同步远距教学,无能授。